其實男優算是一個 欺人蠻少的行業 所以就是看你做多久 我們有幾個男優都算比較資深 都是三年以上 最多的一期期 一部片之期 那有沒有女生主動命說想被你 有 那你有做過嗎 有 我要當男優 台灣第一AV男優之稱的 號稱台灣清水劍的男人 King先生 好那我們來歡迎一下那個 台灣的清水劍先生 欸哈囉大家好我是King 我是第一次看到你 因為平常我也沒在看台灣的影片 通常看國外的比較多 為什麼 好 那我們先聊就是聊一個比較基本的話題 那想問一下說 欸今年貴根 喔你有事實喔 對 先問說你怎麼會踏入這個行業 你踏入這個行業多久 差不多三年多一點 然後那時候也是一個機緣巧合 那時候國產AV剛盛起 所以說那時候 我在FB有一個片商 密網 他就問我要不要當男優 啊我那時候覺得可能是詐騙集團 那我說好啊 他就他說那就是安排時間面試 我說好啊 然後就約在台北 而且是路邊面試喔 因為他們可能連公司都還沒有成立 然後面試完他就說好你可以面試通過 那就先從資男開始 喔資男就在旁邊的那一種 對資男就是他們要先看你能不能就是 在旁邊看到人家在打XX 然後你能夠馬上硬起來 打XX射出來 這叫資男 因為我們在拍片的時候是十幾個人圍著看 當然是導演啊 攝影師燈光師 或是新達人都會有 製作人那些人沒有 對 然後我就 他們就有一天就發我通告 他說 欸 剛好這天他們要在某某汽車旅館拍攝 問我有沒有時間過來 然後一去哇 真的是在拍AV 就這樣子 錄了這一行 就錄了這一行 對 那我比較好奇是 他當時面試怎麼面試你 他問了哪些問題之類的 他就問說就是 就是你會被care就是 如果說到最後影片被人家發現 嗯 一定會被朋友看到 那你會不會care這些東西啊 如果你不會care的話 心智部分他會跟你講 可能就是最高就到哪裡 你能不能接受 那你沒有 他不會問你尺寸之類的嗎 會 會問尺寸 對一定會問尺寸的 當AV男優一定要有尺寸上的限制嗎 假如說我只有3公分5公分 不能當AV男優 這個我是不清楚 但是我是沒看過 3公分5公分的啦 你現在可以廁所我可以這樣看一下 沒有啊 我等一下不要那個影片不要那個 網友不要亂留言 我不止3 5公分 不是你去我老婆 我有超過 對 那在這個之前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我做美髮 你是美髮 對我美髮做20年 那你現在還有去做美髮嗎 算是接自己之前的客人 外來客不接 然後就在朋友的工作室裡面那樣接 對 那你現在主要行業是什麼 自媒體 喔你也是在做自媒體的 對 等一下 自媒體 對 我想像自媒體是跟我一樣 就是在做一些影片 喔我不是那種影片 我是AV的影片 專門是做AV影片 對AV影片 所以你等一下是製作導演那種 對 然後自己的 還有在身兼男優嗎 有 你現在還是現役的 對 那現在你有去找新的男優 會嗎 其實我有在找 但其實很多男生他們都會怕被認出來 被認出來的問題 我不怕的話呢 那來啊 我的長相可以 當然可以啊 那尺寸上面 沒關係我不用在乎你的尺寸 因為當男優這件事情是我從小的夢想 應該是說每個 但長大之後是沒想過這件事情 每個男人的夢想 對 因為我是知道說男優薪水很低 大家都說低嘛 但我不知道低要哪 那你可以跟大家介紹 男優吸水到怎麼算 從知男到男優什麼情況 從知男的話是兩千塊 就打一次強兩千塊 對 然後 如果我今天我打兩次會四千嗎 沒有 就如果那一場騙我打五次還是兩千塊 對 這很call欸 因為他也是只會給你當一次知男 對 因為就看你能不能入用 對所以只會當一次 如果說你能入用的話 那你就進階成男優 問一個小問題 所以我要當男優之前一定要當過知男 呃 不一定 但是 9乘9都是 大部分都一樣 對 但如果以我這種條件是不用 可以跳過知男這個節目 對 有可能就是剛好你在路上突然被騙傷 欸覺得 問你要不要當男優 你就直接當男優 我會說我願意當男優 但是不要上影片 對啊 那薪水的部分的話就是 知男是兩千嘛 那假如說你拍了 知男當完的話 你拍的第一支片 可能變三千 四千 五千 再來是知男嗎 沒有 就是男優的薪水 男優薪水比知男再多個一兩千塊而已 對沒有錯 其實男優算是個 其實蠻少的行業 而且非常非常 這樣算蠻卑微的工作 對沒有錯 所以就是看你做多久 可是我覺得也不能這樣講 爽也是你在爽嗎 欸其實不會爽嘛 工作跟私下是不一樣的 這個東西幫你當 它是你的工作你就會覺得 其實我真的不能理解 因為其實以前也聽過一些男優講這些 就是 你看大家看著你在 在 在 在看女生做 做影片 那感覺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我沒錯我不知道 不然你現在找一桌 看我會不會覺得說 這張做起來比較不舒服 好 私下聯絡 對 女人男優薪水真的這麼少 很少 因為其實像我們有幾個男優 都算比較資深 都是三年以上 最高就七千 一次七千塊 一部片是七千塊 一部片七千塊 對 那這部片要射很多次嗎 沒有射一次 就射一次 對射一次 因為我看日本的 有時候會一個男生射好幾次 其實他們有些不一定是使用真的 有XX這種東西 怎麼弄 情趣用裡面都買得到 他就一罐 他就是假XX 可是你要噴出來那個畫面啊 用管子 針筒 直接 他們會有辦法去借位 就是要借位去把它噴出來這樣子 沒有錯 以後那種東西不用買 我蠻多的 我可以幫忙供應 蠻多的 我的彩量蠻大的 好 沒問題 我這部影片的最主要內容 就是選擇自己新能力 我都想 好那再問 首先我最想知道 這就是一些比較白目的問題 就是我個人想知道 這跟觀眾也有關係 也不是大家想知道 這是我個人想要的 你目前合作過多少個女優 合作過多少個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目前拍過200多部 所以你XX過200多人 可是也是有重複的啊 再隨便有100多個吧 應該是有 你拍了這個之後 應該很多都認識你嘛對不對 欸對 那有沒有女生 主動比你說想被女優 有 那你有做過嗎 有 我要當男優 這麼好 應該是這樣講 那是漂亮的嗎 當然 你會挑漂亮的 我會這樣子 你要主動找我 要付費 對 我可能 我當你員工拜託 你可以讓我出來 有這麼好事喔 你可以挑對象 然後對象找你 跟他做愛你 他還要付你錢 沒錯 很多個嗎 很多 第二個選擇 就是跟我拍影片 讓我上家自媒體去翻手 但是你可以戴面具 或是我可以幫你上班 我可以問一問他們找你原因是為了什麼 因為他們 覺得你很強 可能看過我的片 可能覺得外型什麼都不錯又很強 對可能啦 對我是不知道啦 那你通常都收多少 可以講嗎 還是看心情 你覺得這個很漂亮 你就收個一兩千塊加錢加錢 如果這個真的很醜 可是他開價二十萬 可以這樣講 可以這樣講 那你有因為過就是他真的長得很醜 可是他開價很高 你跟他做嗎 目前是沒有 問一下 那個 你目前合作過的女生裡面 你覺得 如果可以再找他一次 你會希望再找他一次 會意猶未盡的 意猶未盡喔 哇塞 好多位 真的假的 那講個幾個來聽聽 夢洛宇阿 米歐阿 還有娃娃阿 好哥這樣講不準 因為他這樣講三個裡面 我只知道夢洛宇 夢洛宇最有名 對啊最有名 就暗黑 暗黑楊成林 對 你有跟這些女優交往過嗎 有 是因為做 不是這三個啦 我是有跟女優交往過 那是因為做我之後產生感情嗎 欸對 因為我做口碑的 靠腰勒 PK一下 你在拍片的過程中 需要服用藥物嗎 這看情況 因為你 男生你們也知道 當天如果狀況不好 或是你一天拍到三支 那當然還是要用藥物 等一下我 對 你幫我包包拿一個東西出來 你幫我試試看好不好用 這不用剪進去 我只存在突然想到 我們保健食品 真的也是吃蠻多 對 我覺得我的蠻厲害的 跟我弟很好比欸 我吃過他的太過 想笑 會讓身體不舒服 我覺得 這可以剪進去 我在打愛你 沒有辦法 問一下 當初你剛踏入的時候 那你家裡面有反對嗎 其實我剛踏入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 不會這麼快被發現 你知道嗎 誰知道一個月後就被發現了 誰先跟妳講 是爸爸媽媽 家裡面的人其實沒那麼快發現 我說的是朋友 朋友先發現 同事 就是我做美髮 家裡的人是 差不多我做了兩年才發現 是別人傳影片給我家裡的人 對 不是你家裡剛好看影片 看到你在上面 不是欸是別人傳給他 你結婚了嗎 離婚了 有小孩嗎 有 那你會擔心小孩看到嗎 可是我覺得我小孩現在還小 你小幾歲 七歲 七歲搞不好會看 欸 會不會嗎 你在想我們不是蠻早熟的嗎 我還是一直在 問題一直要徘徊 就是有人會找他 XX這件事情 是真的蠻多人找就對了 蠻多的欸 那你會應復復來的時候嗎 呃 我就會跟他說我安排時間 以後不用安排 就是其實我是弟當候補那個 你如果你有一個不錯的弟弟 口碑也不錯 你要不要試試看他免費 可以啊 對 我是說真的啊 我還可以找很多 就是我們可以一起啊 哇 還可以一起的喔 對啊 這次影片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不管他流量好不好 這次影片最大中 我認識你真的 沒有沒有沒有 他認識一個新的大 好朋友 對 出萬人站隊 出萬人站隊 我跟你講就是 你在那個拍片的過程中 應該說 其實大家都說 就你們也講那是工作 那你有在拍片過程 有愉悅過嗎 當然也是會有 因為其實有些女優很正吧 身材也是很好 因為我們不會知道跟哪一個女優活著 所以我們接到通告的話 我們知道當天到片場才會知道 除非我們跟這片商的窗口很深 但是也是會碰到 啊這個 不喜歡 對 可是我們當然是不能挑啦 不能挑 對 你要說上就這樣馬上 你有沒有遇過那種很臭 不要說很臭啦 我遇過一個 這個 是我聚拍 跟他聚配合 已經做了才知道 沒有 因為我跟他配合過蠻 游泳了幾次了 然後 我就發現到他 有味道 然後分泌物流出來 非常的 而且是多到 我跟他拍最後一次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做 都OK喔 都沒事 做了一半 導演說卡 那個 大家去洗一下 那個流太多了 那個白色的洗衣怪怪 紅紅的東西 那你還硬得住 算強欸 沒有辦法 這是工作啊 這真的蠻辛苦的 如果聞到味道 所以我出去告我 是沒辦法 而且你不要說那邊有味道 所以有些可能 女生那可能會有體味之類的 那我問一下 你說男優不能挑女生 所以女優可以挑男優嗎 可以 所以女優比較吃香 其實在這行業 男優就真的是 比較卑微一點 女優一定會比較吃香 但換個方式講 因為是你X本 可是你要想 出力的是我們 對 出力的是你們 然後我們薪水又少 你做這行之後 你沒有想過當男模嗎 欸其實 有在建築 蠻多人找的 對啊那你怎麼沒想要做 因為我不喝酒 我就不喝酒啊 你可以用其他地方替代 譬如說 人家說要喝一杯酒 你就刺一下 吹牛上流 啊輸了 我刺一下我刺一下 然後刺一下 累積10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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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是你這樣子 好像也可以齁 你看我又幫公司 拓載新的業務了 像你的話 你的生殖器有改裝過嗎 我之前有改裝過 PA環 你是繞整圈的上去 還是掛在外面 哇靠啊 這麼兇啊 對 他是可以拆的 他其實就是類似耳環 他就是掛在外面 因為其實 男優是不能有改裝 男優是不行有 對 女優他們是來賺錢 他們不能受傷 受傷他們就沒辦法賺錢 有些人改裝是因為 他真的體積太小 需要靠改裝 這樣子也不行 不行 反正就不能改裝就對了 所以你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把改裝品拿掉 所以我那時候就選擇穿PA環 那麼我就可以拿掉 我要拍攝我就拿掉 但後來就是因為 片量太大 一拆拆拿拿 我覺得有點煩 我就想說全部拿掉 先不要用 今天就是 改變我三觀 我等一下要發個線 問問看說 有沒有想當我的AV女 有看有沒有人報名 我就真不幸有 什麼 陳三金 我沒辦法 我可以問一下嗎 就是說你有 你除了對象除了女生之外 你有刺過那種就是變性的 有 那刺變性是什麼感覺 我是 他已經完全是變女生了 對 其實我覺得就是 除了乾 其他應該都還好 緊嘛 緊 然後乾嘛 因為他們那邊是不會出水的 對對對 然後他們其實他們那邊 其實他們就是做一個模體在裡面 所以他們也不會有感覺 啊我也就是有詢問過他們 他們敏感的地方在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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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經算散播我一些物品 可是你是在室內啊 我跟妳講我以前的產業 我之前以前有開鏡頭 對 有賣過A片 就賣過日本的AVA片 我那時候就被判了 我就散播我一些物品 那你們拍的那不更嚴重嗎 我們都會簽那個 同意書 對 這是肖像權同意書 所以它目前法規還管不太到對不對 對 目前就是灰色地帶 灰色地帶 對 而且其實台灣的AV 其實盡量 你應該不是說盡量 幾乎都是銷到內地 對 可是內地不是更多嗎 我記得內地更多這種產業 內地違法 喔 內地違法 對 抓到是要進去關的 喔 這麼嚴重喔 因為之前內地有個片子上 找我去內地拍 我都不要 因為那被抓到就是進去關 你人生中 像目前拍過上百部的影片 有哪一部是讓你覺得 你最難忘的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話 應該是 野外吧 為什麼 因為很熱 然後你又是在草上 完全是不能有任何的鋪的 對 就是有點就是 野外XXXX 對 然後 我也覺得 那個片商蠻厲害的 他可以找到一個 我覺得就算把人XXX的 埋在這個地方 也不會有人來的地方 真的假的 有這種地方 對 我覺得超厲害的 你去把那個地方給我一下 我已經忘記在哪裡 因為他們開車 欸 這麼難忘的經驗 沒有還會忘記在哪裡 有這種地方 因為他們真的開車久了 很深山的裡面 我一直在尋找這種地方 我尋找不到這種秘境 我還找不到地方 就是 可以完全沒有人淹的地方 我懂那種感覺 男人都共享地方 難忘太小 去哪裡都會有人走 所以就是因為很熱 因為男生其實可能你會熱當 對 那麼你就要回車上 會吹冷去休息 要再下來拍 那你做這個行業 從以前到現在 有早洩過嗎 沒有耶 就突然不想射掉 沒有 都沒有 這麼強 我要把你為私了 真的是沒有 那我要幫廣大的男性問一下 當然我是不需要 我真的是持久到 我自己就覺得很煩的 那一種 對 我想 有些人很多 很多早洩的問題 就是動個三下 吃個五下 就出來了 你有什麼建議 怎樣的技巧 可以讓男生 撐久一點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靠你的意志力 還有心態的問題 我們男生在刺的時候 你一定知道你的爽點在哪裡 那你就去避開那個爽點 蛤 可是我會這樣講 像我自己如果去避開那個爽點 我個人這樣覺得啊 我在最爽的時候 女生其實也是最爽的時候 如果心靈上有交流 肉體上交流有到那地位的話 所以如果降低我爽感 就會等於降了一下爽感 因為我們是工作 其實是不是不會有影響 但重點還是就是 控射的部份 我們男友其實都會做到 那我現在好 那你教我一下 因為我最缺的是技巧 不是說在控制什麼時候要射 你可以教我怎樣早點 看這個女的優點 你如果說 你跟這個女的在做 你覺得她很正 她男很大 她腿很漂亮 是你喜歡的 你就是狂注意她的優點讚 我是真的在學習這個技巧 你們那些男生要學習 是前半段的那個技巧 就是要怎樣久一點 我是要學習 怎樣可以趕快出來 因為像我也是去找過 看他們找線的藥 那找不到 真的喔 我現在想要開發這個藥給自己 對啊 那最後一個問題當然就是問說 因為你在這個產業這麼久 等於說你算是前輩 我聽他們講過說 你算第一代的男優主 對於這個產業 你會希望給大家什麼建議 以及說你對這個產業有什麼期許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AV產業 已經不像剛開始 就是兩年前這麼的好 對 不然是男優或 說明也太短了吧 對 才兩三年而已 像現在其實有很多女生 她們很想要去當女優 不過她們說不要去當 因為薪水很少 你知道以前啊 女優拍一支片 差不多是10到15萬 如果你數值更好 一支片是20萬 你知道現在多少錢嗎 5萬到8萬 這麼慘喔 被人家XXX 被人家刺 然後 拿那個錢 然後如果你的數值又更差 3萬塊 其實這些女生可以推薦過來 我可以介紹他們做更 比較多錢 我很多欸 我覺得我們有很多合作的空間 不管是 等一下 這一定要加 我覺得太多東西要交流 工作上 當然不是我私人 賺錢啦 我絕對不是因為我私人的 那個一己私欲 我是為了大家 為了大家工作 好 好那很感謝 KIN先生今天陪我做這支影片 那 我今天學到滿多東西 你這支影片應該是我由少數胡說八大以來 拍的這麼問的那麼起勁的 那這邊其實跟大家講一下 我算是滿意外請到這個朋友 剛好是我朋友的朋友 然後剛好我對這行業也很好奇 所以就邀請他來 那其實今天聽完 我是覺得一件事情啦 我也不是說我推廣什麼 老實講我也沒辦法去推廣什麼黃色產業 但對我來說 每個人都是為了工作 對 大家工作就是為了賺錢 賺錢就是養家戶口 那 對我來說 只要沒有違反到別人 不要違法啦 但是因為這法規還不清楚嘛 對我來說最重要是 我們沒有侵犯到別人的權益 其實我覺得 就像我一直在賣一片 我就覺得說 其實大家都會看 只是說台灣不允許 去販售這東西 那我就不賣 胡說八大最大的重點 還是在於最後 就是我常常跟大家講 其實工作沒有分什麼低賤跟高貴 不管是 像我之前拍的酒店幹嘛的 對我來說 大家都只是為了賺錢 就很簡單 那希望我也給大家這個觀念 就是也不要因為 一個人行業去看待這個人的人格 或是這個人的形象 就這樣 掰掰